大家好,我是Alit 今天来讲一下如何批量更改文件名 也就是说在一个目录下有一大堆文件 那么看我的例子的话,这里有111个文件 如果要手动改名的话,那是非常累的 一个一个改 文件名都是乱七八糟的 那么我想把它变成有序的 这里可以用一个自动化工具 Power Automator, Desktop或者 Win Automation都可以 首先我要打开这个文件夹 那么我把它做成一个更加功能更强一点 就是说可以选任何文件夹下的都可以 这里显示个对方框 然后选择目录 初始目录,关系不大 那么就选择地盘 因为这里要选的 这里描述 Select the Fold 选择文件夹就可以了 这里会把两个变量存到这里面 我们到时候可以用的 Select the Fold 这个变量 第一步就结束了 第二步 我们要选中这个文件夹下所有的文件 那么点这里Files Get Files in Folders 就取这个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 那么这个我直接就用刚才的变量名就行了 这里就是我选中的目录 直接点OK 然后这里你要设置下面要选择哪些文件 这里我可以看到都是一些JPG的文件 当然我是统一的都是JPG 但如果里面有几种类型的文件 你这里可以用通配服务来改一下名字 比如说新典JPG 那么我只选中JPG文件进行修改 或者写TXT等等都可以 是否包含指目录 如果有指目录 把指目录下的话也同时就修改 比如说这里建个指目录 我们看一下这效果如何 最后我们再实验一下子 好 从一部文件放到指目录下 那么指目录和当前的目录下 应该是同时会修改的 我们再看 好 这第二步完成了 第三步就进行改名了 那么还是对文件进行操作 这里有个rename files 这个就可以批量更改了 不需要再建立一个循环语句 非常方便 那file或files to rename 这里就把刚才要选中 刚才我已经选中了 所有的这些文件都找到了 在这里 然后你跟新名也可以 或者你按照加一些文本 习出之其中的文件名中的文本 都可以替换 改编后缀 加上时间 时间戳都可以加在上面 或者这里选择序列 我选中这个 那么也就是说 它可以把这文件命名为以后 0 就1 2 3 4 5 6 7 8 1开始 也可以从0开始 这是从几开始 你自己认定 从9开始 这就是file name 9 10 每次增长几 增长1啊 增长2 都可以正常情况就增长1嘛 一般来讲 我们都从第一个文件开始吧 从第0的也可以 取号 那中间呢 这是file name 后面有个加空格 要不要加空格 这里选 我不要加空格也可以 加下滑线也可以 加减化也可以 加空格都可以不加空格 都可以 这一个都不加 那么加滑线 那么它文件名就是这个 file name 1 但是呢 我不想要这个file name 那么可以改 这里其实是 这里是加到 以现在现有的文件上 后缀 后面加个1 2 3 6 7 加数字 我不想用这个呢 我要新的名字 那我们这些呢 做一些数学的题目 题目吧 我们加个mine 好 我们可以看到下例子 马上就变了 那么后面就是max 1 2 3 6 7 9 10 但是我想要 让它位数是一样长的 那么就需要 比如001 001 002 003 这样的话 如果前面没有的话 50 补几位 点击这个 看补01 我要四位 左边四位 三位 左边四位 两位都可以 好随便 如果四位吧 试试看 如果文件存在 是否更名 你可以选择更 还是不更 还有overwrite覆盖 都可以 好这里呢 就结束了 我就直接点OK 确定好了 新的文件名 那么我们马上就点下运行就可以了 我就在这里 好 点运行 运行好以后 第一步选文件夹 点击到下方 要跟 要改名字文件夹 这个我起的名字 好 选中 选中好以后了 自动就会跟了 大家可以看了 一会就跟好了 看 瞬间 随意在运行中 我马上就 全部跟完了 这一秒钟左右吧 走不到 全部完成 比走动更改要 方便得多 那么目录下面的话 也更改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显示 用这个显示 好可以看到 331 32 它全部更改完了 它按照这个顺序 全部那个 你把它放在一个目录下 也可以 它都可以的 这就一步头解决了我的 所有这些问题 非常方便 这些文件就做非常有序 看起来也比较舒服点 原来是乱文件名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